安省今日的確診個案進一步回落 不過新增死亡人數破近一年紀錄 省長杜格福特表示 今個星期會公佈餐館和健身室的好消息 有消息指省府將於明天公佈糖食於31號重開 何家碧報導 安省今日新增確診 由之前一天超過7000人 大幅減少至5744人 當中大約7成 即4109人完全接種了疫苗 住院患者也輕微回落至4132人 不過接受深切治療患者繼續增至589人 同時單日新增死亡60人 其中一人屬於一個月前的漏報 這也是近一年來單日錄得最多死亡個案 衛生廳長葉麗雅表示 對抗Omicron變種病毒導致的疫情開始出現曙光 在歐洲的疫情開始出現曙光 在歐洲的疫情開始出現曙光 歐洲的疫情開始出現曙光 歐洲的疫情開始出現曙光 葉麗雅進一步說 本月5日開始生效的重啟經濟第二階段措施 屬於暫時性質 這個星期稍後將有更新的措施宣佈 不過相信醫療系統2月仍然面對壓力 安省首席醫療官穆爾醫生表示 目前實施的公共衛生限制 至少要持續至1月26日 相信政府會循序漸進、放寬措施 另外葉麗雅表示 有些醫生在網絡發放有關疫苗的錯誤訊息 將止含安省內外科醫學會 要求檢討這些醫生的牌照 再見